凌云儿与三角恋不认输? 防弹少年团唱片年销百万张 以韩剧的K2或韩梅一致好评的林允儿,确定明年1月13日在台大体育馆举办首场台湾个人见面会。这也是她继五月《少女时代》在台演唱会后,睽违八个月和SUM,少是粉丝昵称,见面。 为此,林允儿还亲录影片,自正强远喊话粉丝不见不散,展现中文实际能力,让不少粉丝瞬间融化。 日前林允儿在韩国接受台媒访问,提到的K2,她说最大遗憾是和池昌旭的爱情戏不够,未能表现出两人的亲密感情,也盼在和宋门阿对戏,而剧组气氛好,剧本家,让对哭戏感到负担的她完全发挥。 她还自信表示,若现实碰到戏中三角关系,有信心让男生选择自己,会做很多贴心事让对方爱上她,绝对不会输。 访问过程中,林允儿过人的中文能力让记者惊叹,她说中学生和练习生时期学过中文,会自己上微博看粉丝留言,或透过电影、电视剧学习,现在也持续住中文课程。 而她进军大营幕,和男神玄斌共演电影共著,透露体力是最大挑战,2017年有团体活动也会继续个人工作。 The K2中文字幕版全剧集已在KKTV完整上线,而她的见面会门票分为2800、3800和4600元三种价格不等,12月24日中午12点整。 在KKTIX售票系统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FemiPort机台开卖。 YZU,上,与防弹少年团,下,今年的实体唱片总销量都双双超过百万张。 近年来,实体唱片销量随着数字英元的蓬勃发展逐年下滑,但是在韩国却依然卖出亮眼好成绩。 特别是偶像男团们靠住巨大人气将其转换成热烈的买气,光在2016年,实体唱片卖破百万张的就有二组,分别是YZU以及防弹少年团,而实体卖超过30万张的除了上述二团外, 还有Seventeen、GOT7、Visks等三团,这五组人马的实体唱片销售成绩十分火热亮眼,让人完全感受不到所谓唱片界的寒冬。 根据Star Youth报道,在从2016年1月1日至计算至12月18日的Centellu实体唱片总销量榜来看, 夯团YZU光今年所发行的作品,就卖出了超过1038,597张,登场年度唱片销量冠军。 YZU在6月份发行了正规三级Exact,韩文版一共卖出了447,330张,中文版也卖出了243,437张。 8月份时,他们又继续推出了正规三级的改版专辑Lotto,这张在版专辑的韩文版一共卖出了149,034张,中文版也卖出8804张,加上他们日前又刚发行了最新冬日专辑For Life,总销量有望继续累积增加, 今年的YZU也延续了去年专辑卖破百万张的声势,证明其人气依然居高不下。 而在今年声势又再上一层楼的防弹少年团,也和YZU一样在去年和今年都维持了专辑卖破百万张的惊人佳绩, 他们既取年的《花样年华》两部曲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,也在今年的5月份发表了《花样年华》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《花样年华》。 《花样年华》。 这张特别专辑卖出了24770张,后来他们于10月发表的正规二级WINGS又受到各界关注,创下不少国内外新纪录, 威武卖出53281张,加上过往专辑也因他们人气上升又继续消出,今年所卖出的实体专辑总数也依然超过百万张。 他们也因此在先前的MMA与MAMA颁奖典礼上,风光获得年度最佳专辑角以及大赏年度歌手的肯定,成为了第一个非三大经纪公司出身还能得下年度歌手奖的团体,简直实至名归。 此外,出道一年多的Seventeen今年声势也依然不容小觑,今年他们发行了正规一级Lock和Latter以及其载版专辑Lock和Latter Repackaged,加起来一共卖出了418916张,若再算上刚发行没多久的迷你三级GoingSeventeen。 累计数量将在增加,他们也与防弹少年团一样成为小公司出头天的代表团体。 紧追在后的则是男团GOT7与Visks,二团今年也都有受到瞩目的新作品推出,并分别在2016年卖出了338555张,以及314442张的实体专辑。 网年实体专辈卖超过30万张的几乎都只有一,二组歌手能够达成,像是2010年的少女时代,2011年的Super Junior,2013年的Yizu与Shim Ali,2015年的Yizu与防弹少年团,其中2014年甚至还挂蛋。 然而今年一下就出现了五组。 其中还有二组的专辑销量是直接突破百万张,可以发现韩国的唱片市场在2016年比起往年来说可以说是相当活跃,也证明了歌手们确实能够平击起超高人戏转换成超强买气,打破所谓不景气的迷思。 我3000专辑多 diplom一个喝口之后,估计气有独 republic的 Singing Editor dивается什么检查资源和工 infamous机资源修与没有分担小疫情